谢谢主席 我们有请主委 主委请可以 高清委员好 对主委你好 刚刚不管我们看到是蓝的是绿的 对您这个单位好像都有非常多的不同的建议 而且都是非常理性 非常专业的问证 那我们的主委当然历经不同的政党换了 可是文件会里面的同仁应该幅度调动的不大 应该是这样子 那为什么会出那么多的状况 主委你可能要再花心一下 我想请问一下主委 文件会他应该做的就是推广台湾的文化 对吗 应该是说在文化的各个面向上头 那么努力来提升 我想请问一下 什么叫做台湾的文化 真正台湾的独特性是什么东西 台湾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独特性 是它融合了很多不同的族群 它的一个多元的一个创意 因此从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头 那么能够来发挥 好 我们的名门文化是不是从福建过来的 主要是 我们的客家文化也是从大陆对岸过来的 可是真正不是从大陆过来的 应该只有原住民族群吧 是所以原住民是我们的这个台湾的文化当中 好 既然是这样子我想请问一下主委 在我们推动这样子的这个文化产业的时候呢 我似乎很少看到文建会在原住民这一块 有所琢磨 是不是给你一点点的时间 告诉我们原住民的族群 告诉台湾我们独特性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文化 原住民的文化 文建会到底琢磨了哪些 当然我们在这个产业的一个辅助啊 或者是文化的推动上头 没有特别去切割说哪一个族群 我们占多少比例 好 请问一下 长期以来文建会的预算 真正有用到所谓的原住民的部分 请你告诉我有多少 每年 你不能够说没有切割嘛 你刚刚就讲了 我刚刚就跟您说过了 闽南文化大陆的 客家文化大陆的 那既然是能够真正最代表台湾的一个独特性的 自主性的 就是原住民文化 我想请问一下 长期以来 我们的文建会 有没有跟原民会很像联系 怎么样把所谓真正台湾独特的东西 展现在国际舞台上 我们有辅导这些原住民的团体到国际上去 什么团体 那么参加 比如说这个原舞者 你们从以前到现在只有一个原舞者 还有哪里 还有呢 能不能提供一些资料给我 我们会后可以整理一下 好 我要了资料从以前要到现在 当然 主委您才上任没有多久 那么我来这边也没有咨询你 但是这一次 我必须要 从以前到现在在立法院八年了 我一直要跟文建会要 你们怎么样投资原住民的文化创意 资料从来没有给我过 这是我最后一次讲 主委我希望在你手上能够把这个资料给我 尤其这是这近三年来 对于原住民的文化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可以吗 是我会请同仁把资料整理出来给委员 好谢谢 我请问一下文建会的预算是你们绝大部分执行呢 还是只是一个过路的 过路财神 我们有一部分是由地方的县市政府来执行 多少的部分 百分之几 大概三十亿左右是 主委 主委你在这边已经很久了 你好像还不知道 三十亿左右应该是一个正确的 需要旁边的人提醒你 因为他很关心 所以怕我这个万一不够清楚 三十亿左右 那我们的每年的预算是 今年是九十二亿 今年我们预编的是九十二亿 九十二亿 三十亿 哇不少哦 那请问一下主委 既然是县市政府帮你们执行 你们有没有去监督 有我们有各种的监督 怎么监督 那包括包括定期的去访试啊 包括这个许多他们在 呃规划的一个作业上 他都参与 嗯 我想请问主委 您应该知道了哈 如果呢 各地方的团体要办活动 他们必须要透过县市政府 转成公文再到文件会 或者是在县市政府 有一个所谓的评审委员 对吗 是 好 这个机制 我真的非常的愤怒 愤怒的原因是 原住民的所谓的团体 或者是原住民乡的 每一次送计划到县市政府去的时候 好像已经被这些所谓的平成人 人员内定了 你去查查看 真正从县市政府转上来 有所谓入围的原住民的案子 到底有多少个案子 这是我们原住民乡镇 原住民的基层的这个协会团体们 不断的陈情 所以以至于到了原文件会里面 你们就依照这个地方县市政府 通过的东西就开始播放 当然你们也并不清楚知道 他是不是原住民的 可是呢 原住民就是很可怜 因为我们的人口很少 因为在所谓的民主的选举的制度当中 县长就是不会在乎原住民的选票 因为原住民的选票 在各个县市政府当中是 百分之一而已的选票 如果我是一个县长 我当然要把绝大部分的钱 放在这个所谓的选举最多的人数最多的地方 因为这样子原住民的团体 原住民好的计划 我不敢说好了 因为事实上每一次送到 这个县府去的时候 有些评审 还要让原住民来说话 来报告 原住民最不会报告 最不会写气话 但是他有什么 他有艺术天分在他的脑袋里面 在他的细胞里面 主委你同意我的说法吗 是 好 因为文化的不一样 因为文化的差异 以至于原住民不懂得写气话书 以至于原住民要去报告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用流利的所谓的国语的这个话语来告诉评审委员他想做什么 好 第三点当然最重要我刚刚讲到了 其实这个评审当中早就有内定是谁了 以至于长期以来 原住民只要送案子到县府去 全部石沉大海 主委 您如果不相信我今天在这边给你的咨询 请你回去调一下资料 这三年来资料 从县市政府里面报上文件会的 到底有多少是原住民团体的比例 所以我希望主委你能够注意到这个事情 既然有三十几亿是给县市政府去操作的 三十几亿当中 真的是发生很大的问题 第一 第二 我看到了你这个业务计划分配 你最多的是在表演还有艺术 这个什么文化资产的业务 这块部分是占28.26% 表演还有视觉艺术的业务是占22.26% 然后文化发展的业务 18.93% 这三个算是最大项 我还是要讲 既然你们第二大的业务是在表演和视觉艺术 我还是要说 麻烦22.26%的这个预算 希望在今年能够增加台湾最独特性的原住民的文化 主委您同意吗 是 我们会来留意 因为我刚刚讲到了 全世界国际上 看到闽南文化 都清楚知道说 这是中国的 搞不清楚是台湾还是中国 真正能够代表台湾的 当然就是原住民文化 因为它是最独特性的 中国大陆没有 其他国家没有 所以我希望主委你能够把你的心放在这边 既然它是一个独特性的 既然他的文化是这么多彩多姿 目前总共有14个族群 那我还要再提醒主委的是 现在我们圆明会的主委是孙大川 他也是一个学者 那么我不知道主委 你有没有跟圆明会的主委 你们很想联系 是我们有很多交谈沟通的一个机会 有吗 你们准备在今年 怎么样来把原住民的独特的文化推展出去 你们有没有一个方向 我们会进一步的来做一些比较具体的 所以目前没有 是有谈到 谈到那你们的方向是什么 既然有谈到的话 应该会有一两项 你们未来能够横向联系的 因为合作的一定是属于比较这个文化面的 那比如说对于团队的一些辅助啊 一些这个视觉艺术方面 那么怎么样在我们的因为我们有几个单位比如说像这个公益所啊 或者是我们在地方上相近的这些美学馆啊 那么这些呢会在资源上头那么来跟圆明会来做配合 好主委在这边跟你一个建议哈 因为观光客进来了 路客进来了 文化最重要的就是原住民 我希望主委 您跟圆明会主委跟我们的观光局 三方合作坐下来谈 怎么样把路客带到原住民的地区 怎么样把原住民最传统的文化告诉全世界的观光客 请你们来到台湾不要只看101 101在全世界都有这种大楼 可是到台湾来就要看什么 台湾独特的文化是什么 原住民的地区 麻烦观光局文化 还有我们这个文建会还有圆明会 好好坐下来谈 怎么样一个规划路线到原住民的部落 好吗 是我们起步了一部分 在我们花莲的这个文创园区 已经开始一些这个 我不是说园区哦 对 我是说真正的路线是到原住民的部落 是那从那边 因为生活就是文化 文化就是生活 它是不能够切割的 没有了生活就没有文化 所以我们希望你们三个单位能够坐好 坐下来 好 下次我再来咨询您的时候 我希望能够听到有一些具体的路线 好吗 谢谢 谢谢